哈囉我是蓋怡 今天呢純粹來跟大家分享我的所有訓練項目 課表菜單安排 我是怎麼練的才能造就現在這樣子的體態 首先健身課表這種東西呢 是會隨著自身的健身之力 專項目的性而有所不同 所以並沒有一個最好的健身課表 只有慢慢演變調整出最適合自己的訓練安排 那今天就來公布我的所有訓練 會如何安排以及訓練到的相對肌群 訓練的目的性來給大家做參考 首先目前的訓練目的 首要會著重在形體上 也就是比較偏向健美式的訓練 那次要的目的呢為我的專項興趣 也就是格鬥項目 那我收到很多私訓呢會問我說我是如何在形體跟核鬥這個項目上取得平衡的 那我直接呢是如何安排我的所有訓練項目 訓練比重呢會分配大約 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第二天的訓練呢分為 臀腿為主 心肺有氧為腐 那訓練比重會分配大約 臀腿前側 比臀腿後側 比小腿 比心肺有氧 33 比33 比12 比22 第三天的訓練分為肩膀為主 三頭為腐 外加肌耐力訓練 那訓練比重呢會分配大約 肩膀比三頭 比肌耐力 50 比35 比15 第四天的訓練分為背為主 腹肌輕鬆坐 訓練比重會分配大約 後背 比腹肌 90 比10 第五天 為我的格鬥專項日 會進行2-3小時的格鬥技巧訓練 當中呢會有很多中強度 間歇有氧 無氧間的切換 關於我自己的休息日安排 會比較隨性一點 可能在訓練當中 某一天起床覺得狀態不好 也許胸日腿日練完 第三天起床覺得狀態很差 那我可能就會安排低強度的 有氧協調敏捷訓練 或甚至整天休息 第四天再從肩膀開始訓練 也許我一整週狀態都很好 那我就會 胸腿肩背格鬥五天練完後 直接第六天再從胸開始訓練 很多網友會問我說 一個部位一週只練一次 會不會太少 那一個部位是不是一週要練到兩次 才會有很好的效果 那以成效來看呢 訓練的質量跟訓練量 是一個非常大的關鍵 可以靠一週一個部位二練 來大幅的提升你的訓練量 那如果時間呢 跟你的疲勞恢復允許的話 確實是會進步的蠻快的 但是訓練質量也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三大要 機械張力 代謝壓力 肌肉損傷 如果你的訓練量很大 一個部位一週練個30組 但是組間休息都隨性抓 這組抓個兩分鐘 下一組抓個三分鐘 四分鐘 或是每次訓練都過於輕鬆 導致代謝壓力值太低 肌肉損傷不足 成效可能也會大打折扣 所以儘管訓練量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但是訓練的質量也是我們必須要重視的一個環節 我自己呢可以說是一個部位一週只會練到一次 但是我會非常注重訓練質量 不過呢我自己也是常常有走在過度訓練的邊緣就是了 好了那接下來呢就來帶大家看看我目前的所有訓練課表 訓練課表第一天 主胸腹二頭上腹輕鬆練 胸肌訓練我會挑三個動作 啞鈴臥推 上斜臥推 蝴蝶肌夾胸 那接下來的訓練分享呢我都會以正式組開始 那卵身的過程我就不另外再提了 還是會建議大家你在重訓前呢最好先做動態卵身 或是針對目標肌群的輕鬆重量卵身動作 這樣子呢可以提到你的肌肉溫度 讓你比較不容易受傷之外呢 也可以大大的提高你的訓練品質 第一個動作啞鈴臥推五組 每組十下 組間休息九十秒 訓練的節奏呢會抓上推一秒下放一點五秒 一組控制在二十五秒左右完成 正式組五組會在十分鐘內完成 訓練時很重要的幾個點 第一感受度 你必須在每下動作的時候呢 去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鍛鍊的肌群上 好好的感受目標肌群的肌肉收縮以及訓練節奏 尤其在離心的時候呢 你不能心急啊 如果你擔心因為放慢離心 而讓你沒有辦法完成你的目標次數 那就降低重量從頭來過 當你下放的時候呢 好好的感受你的肌肉張力 你的胸肌被延展開來的時候的感覺 那千萬不要被大重量做綁架 訓練的品質才是最重要的 那後面的訓練動作呢都是保持相同的原則 我就不再多做說明了 第二個動作 機械上胸五組 每組十二下 組間休息九十秒 訓練節奏呢會抓上推一秒下放 一組控制在三十秒左右完成 正式組五組會在十分鐘內完成 第三個動作 我做蝴蝶肌夾胸五組 前三組呢每組十二下 第四五組每組十下後 降低一半的重量再做十下 那組間休息九十秒 訓練節奏呢我會抓夾胸一秒 離心兩秒 五組也同樣會在十分鐘左右完成 那大家會發現呢 我練胸這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不是次數比較少 只做了十下 這是因為呢 第一個最主要的動作 我通常會選擇大重量來做 提高我肌肉的機械張力 那可能最後一組呢 會力竭完之後降重再做到力竭 來提升我的代謝壓力值 接下來進入到二頭肌訓練 二頭肌訓練呢我會挑三個動作 槓鈴彎舉 反向彎舉 上斜啞鈴彎舉 第一個動作 槓鈴彎舉五組 每組十下 組間休息九十秒 訓練節奏呢我會抓 彎舉一秒 下放一點五秒 一組控制在二十五秒左右完成 正式組五組會在九分鐘內完成 第二個動作 反向彎舉五組 每組十二下 組間休息六十秒 訓練節奏呢會抓 彎舉一秒 下放一點五秒 一組控制在三十秒左右完成 正式組五組 會在七分鐘內完成 這個動作會比較針對我們的攻擊與前臂 第三個動作 上斜彎舉五組 前三組 每組十二下 第四 五組 每組十下後 降重一半再做十下 組間休息六十秒 訓練節奏呢會抓彎舉一秒 下放兩秒 五組會在八分鐘左右完成 上斜彎舉時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腕 會有做出旋轉的動作 目的是為了讓攻擊與二頭 都能有完整的刺激 整個二頭肌的訓練時間 會在二十五分鐘左右完成 接著進入腹肌訓練 這一天呢我只會做一個動作 那就是仰臥捲腹摸膝 十八下五組 主肩休息六十秒 全程呢上背肩頭不觸地 保持腹部的肌肉張力 五組練完大約八分鐘 以上呢就是我的第一天訓練 胸肌加二頭肌 整天訓練下來的時間 可能才控制在一個半小時 是不是比大家預期的時間還要短呢 這是因為我除了非常注重訓練品質之外 再來就是這個訓練時間呢 如果長久下來的疲勞恢復值來說呢 我會覺得這個訓練量對我來說是蠻剛好的 那如果我把訓練的時間拉長呢 除了會讓我的訓練品質下降之外呢 再來就是很有可能會讓我的疲勞恢復不良 而影響到我日後的所有訓練 第二天 臀腿前側臀 臀腿後側 心肺有氧 首先臀腿前側訓練 我會挑三個動作 後腳抬高蹲 槓鈴臀 坐姿 腿屈伸 第一個動作 後腳抬高蹲五組 每組十五下 單腳做完後呢 休息30秒換腳 訓練節奏會抓起身一秒 下蹲1.5秒 一組控制在40秒左右完成 正式組五組會在12分鐘內完成 這個動作會比較針對臀腿前側 一組十五下再增加肌力的同時呢 也讓我提升耐力 這也是因為呢 我還有格鬥訓練這個專項的原因 所以 臀腿的訓練呢 我會比較傾向帶入一些功能性的動作 那大家可能會疑問說 欸 該衣服都不深蹲嗎 那是因為大眾的深蹲 我已經有練到一定的程度 神經連結方面也都還維持得算是不錯 那現階段呢會比較希望能多做一些單側的訓練 來針對格鬥專項 提升我的耐力功能性 身體的靈活度 深蹲是一個非常棒的訓練動作 還是建議大家可以安排在自己的課表內 就如從我所說的 今天呢主要是分享我的練法給大家 並沒有說你一定要去練什麼 你可以靈活的替換所有的訓練項目 第二個動作 槓鈴臀推五組 每組15下 組間休息90秒 訓練節奏我會做到臀推1秒 下放1.5秒 一組控制在40秒左右完成 真式組五組會在10分鐘內完成 第三個動作 坐姿腿屈伸五組 每組15下 組間休息60秒 訓練節奏會做到屈伸1秒 下放1.5秒 一組控制在40秒左右完成 真式組五組會在8分鐘內完成 當我在格鬥時 臀腿的這三個訓練 單腿蹲 臀推 腿屈伸 可以讓我很好的運用在我的格鬥專項上 像是常常需要移動啊 踢級啊 蹲閃等等 一個強而有力的踢級 除了腿屈伸的爆發力要很強以外 當我們在做踢腿的時候 如果能夠運用頂寬 也就是在踢的時候 把寬送出去 不但可以增加踢級時的質量 也可以增加距離 就如同你在打拳的時候 有沒有把肩膀送出去一樣 你如果打拳這樣打不到 但是你肩膀送出去 就可以打到對手 就夠了 踢級的時候有沒有去做頂寬一樣 接著臀腿後側訓練 我會挑三個動作 羅馬尼亞硬舉 腿後勾機械 小腿提重 第一個動作有羅馬尼亞硬舉五組 每組10下 組間休息90秒 訓練節奏呢 我會做到起身1秒 下放3秒 一組控制在40秒左右完成 正式組五組會在10分鐘左右完成 羅馬尼亞硬舉呢 跟傳統硬舉比較不同的是 操作時比較不會用到蹲站的力量 使用的骨式頭肌比較少 再下放時把臀部向後推到極限 上半身幾乎接近水平 再利用我們整個後側臉 羅馬尼亞硬舉呢 是鍛鍊後側臉肌群的絕佳動作 下放的時間呢 我也會刻意拉長 來維持良好的肌肉腸力 第二個動作 腿後勾肌五組 每組15下 組間休息90秒 訓練節奏呢 我會抓後勾1秒 離心2秒 一組控制在45秒左右完成 正式組五組 會在10分鐘左右完成 第三個動作 小腿提整六組 單腳20下後 主間休息30秒換腳 四組做完後 第五六組 我會雙腳做到立結 訓練的節奏呢 我會抓到上體1秒 下放1秒 一組控制在40秒左右完成 正式組六組 會在11分鐘左右完成 這一天的腿部訓練完成後 我會進行60分鐘的中強度有氧 這60分鐘我會自由安排 像是跳繩加跑步機 或是沙包拳擊加跳繩 或是間歇有氧等等 總訓練時間為2個小時出頭 第三天 肩膀三頭肌肌耐力 首先肩膀訓練呢 我會挑四個動作 啞鈴肩推 機械肩推力竭 啞鈴飛鳥 蝴蝶肌反向飛鳥 第一個動作 啞鈴肩推無主 每組10下 主間休息90秒 訓練節奏會做到上推1秒 下放1.5秒 一組控制在25秒左右完成 正式組五組會在9分鐘內完成 第二個動作 機械肩推三組 每組10下後降中一半 再推10下 主間休息60秒 訓練節奏會做到上推1秒 下放1秒 一組控制在40秒左右完成 正式組三組會在5分鐘內完成 第三個動作 訓練節奏會做到後推1秒 雅鈴飛鳥 前四組每組12下 第5、6組10下後降中一半 再推10下 主間休息90秒 訓練節奏會做到上推1秒 下放1秒 一組控制在25秒左右完成 正式組6組會在12分鐘內完成 第四個動作 蝴蝶肌反向飛鳥6組 前四組每組12下 第5、6組10下後降中一半 再推10下 主間休息90秒 訓練節奏會做到後推1秒 離心2秒 一組控制在36秒左右完成 正式組6組會在12分鐘左右完成 整個肩部的訓練時間 會控制在40分鐘左右 接下來進入到散鬥機的訓練 散鬥機訓練 我只會挑兩個動作訓練 仰臥必屈身 滑倫下壓 第一個動作 仰臥必屈身5組 每組10下 主間休息90秒 訓練節奏會抓屈身1秒 離心2秒 一組控制在30秒左右完成 正式組5組會在9分鐘內完成 第二個動作 滑倫下壓5組 每組12下 主間休息60秒 第4、5組 每組10下後 降中一半再做10下 訓練節奏會抓下壓1秒 離心2秒 一組控制在36秒左右完成 5組會在8分鐘內完成 整個三頭的訓練時間 控制在20分鐘左右 接著我會進行約60分鐘的耐力訓練 這個部分同樣很自由安排 通常會做負重拳擊 步伐移動 空拳組合 跳繩等等 第4天背肌、腹肌 訓練課表第4天主要會訓練我的背肌 腹肌就輕鬆練 背肌訓練我會挑4個動作 機械坐姿划船 Cable坐姿划船寬握 機械下拉反握 纜繩下拉寬握 因為我目前的目標 是想要針對後背的寬度以及厚度 加強我的背擴 以及斜方肌蹤下 其他有很多很棒的背肌訓練 像是引體向上、啞鈴划船等等的 目前沒有安排在我的主要訓練項目中 也是因為我的引體向上 跟我的單臂啞鈴划船 也已經練到一個很高的水平 並且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目前我打算改變我的訓練模式 多著重在水平拉的訓練強度上 第一個動作 機械坐姿划船五組 每組10下 組間休息90秒 訓練節奏我會抓後拉1秒 離心1.5秒 一組控制在25秒左右完成 真式組五組會在9分鐘內完成 第二個動作 Cable坐姿划船 寬握五組 每組12下 組間休息90秒 訓練節奏我會抓後拉1秒 離心1.5秒 一組控制在30秒左右完成 真式組五組會在9分鐘左右完成 第三個動作 機械下拉反握五組 每組12下 組間休息90秒 訓練節奏我會抓後拉1秒 離心1.5秒 一組控制在30秒左右完成 真式組五組會在9分鐘左右完成 第四個動作 懶神下拉寬握六組 每組12下 組間休息90秒 前四組做完後 第五六組 我會十下做完後 降中一半再做十下 訓練節奏我會抓後拉1秒 離心1.5秒 真式組六組會在11分鐘左右完成 整個背部訓練的時間 我會控制在40分鐘左右 接下來進入到腹肌的訓練 這一天的腹肌 我只會挑兩個動作訓練 屈膝抬腿 仰臥三輪車 在第一天胸日的時候 我做了仰臥捲腹 在第四天背日 我選擇補了下腹跟腹外鞋 第一個動作 屈膝抬腿四組 每組18下 組間休息60秒 訓練的節奏 我會抓抬腿1秒 下放1秒 1組控制在36秒左右完成 4組會在6分鐘內完成 那我會選擇在單槓上訓練這個動作 是因為我想要順便訓練我的臂力跟握力 那如果你的環境不允許 你沒有單槓 或是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腹肌還沒練到還沒力竭 你的前臂握力就已經頂不住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直立抬腿 找一個目標路 單腳來回跨越 3到40下 一組後換腳 效果也是蠻不錯的 第二個動作 仰臥三輪車四組 每組18下 首先休息60秒 訓練節奏我會做到單側1秒 一組控制在36秒左右完成 四組會在6分鐘內完成 整個附近的訓練 會在約11分鐘左右完成 第五天 格鬥日 訓練的課表第五天 這天我會進行2到3小時的純格鬥訓練 我會去上2小時的格鬥課程 磨練我的格鬥技巧 敏捷協調體力等等的 因為這是我個人的專項訓練 我就不多做太多的說明了 以上就是我的五天一巡玩訓練課表 所有的訓練項目都在裡面 五天練完我會評估一下自己的身體狀況 如果狀態好的話 我可能第六天就會再回到 我們的胸肌二頭肌那天開始訓練 如果我五天練完我覺得 疲勞恢復不良的話 我就會休息一天 那另外呢 也沒有要一定把五天練完 才決定要不要休息 你可能第一天 第二天 胸腿練完之後 你覺得今天身體很疲勞啊 不適合訓練 那你就休息一天 我們第四天 再從肩膀開始訓練就可以了 真的沒有一定要練完五天再決定要不要休息 那這次分享的是我個人的訓練課表 我的訓練方式 那訓練呢 沒有一個絕對 那像我自己是這樣子練 那我的身材長這個樣子 如果你可能會覺得說 該我的上胸偏弱啊 我的肩膀不夠大 我的手不夠粗壯 或是腿的線條不夠明顯之類等等 你也可以參考我的課表 再去做動作的替換 可能我上胸多安排加入個極組 那可能我的手臂多加個極組 那肩膀側飛鳥多飛極組 或是把重量加重 或是腿部的訓練 可能多加極組之類的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訂定你的理想體態目標 去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的訓練方式 讓你自己呢 最大效率的進步 這才是最重要的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你們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簡改一 我們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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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